最近是真的没有录什么东西 就是连那种岩石摄影幕自己在学习都没有想录 因为每天就是写代码写代码 就是写到自闭吧 像这一个月在做这个小学期 整个项目做起来差不多 就是这个侧边栏的这整一列的这些命运啊 这些文件基本上都是我们前端来写的 我们次的人是两个人负责前端 两个人负责后端 然后我和另外一个女生一起搞前端 前端基本上每一个代码都有几百行 有几个我写的 比如说像这种登录或者注册 这种非常复杂的一些 像这个随便就有419行 我记得应该有一些 还有就是经常都有800多行的那种 对这个应该是非常自闭 它478行不算特别强 但是就会有一些非常变态的这种 就是这就是我这种代码垃圾写出来的非常 就一点都不美观 然后用了很多很多这种判断语句去判断 其实按理说 我觉得它可以简化一下 但是我自己都看不下去 我自己写的代码了到最后 就是变量名一大堆 而且命名特别不规范 就是有的前面会带一个这个 就是下滑线 有的又不带下滑线 然后一些函数名 命名也是非常乱七八糟的 就真的自己都不想看自己写的代码 每个文件就都这么长 然后还有一些功能是真的非常难实现 也是真的是从头学起 因为就是这个基本上是用 JalaScript还有HTML还有CSS的一些框架去写 但是这几种东西我们以前都真的从来没有接触过 刚开始特别积极搞前端是因为感觉前端可能跟页面的设计会关系比较大 这个跟我比较喜欢的一些东西可能也比较接近吧 但是后来真的发现前端是真的 光是把这个页面能弄得比较爽清悦目就已经非常困难了 而且前端要实现的功能也非常的复杂 因为像我们一个这样没有一些核心逻辑 或者是特别复杂的算法的一个网站的话 其实后端它基本上除了掉数据和存数据库 基本上没有什么要干的事情 所有的东西包括一些对接 还有一些东西都是前端来实现的 然后前面差不多一个月每天差不多就是没完没了的去干吧 基本上别的事情什么也没有干 就是类似于看书啊什么 或者是干一些我之前计划我这个暑假要去干的一些事 但是穿插着还是看了一些剧或者是综艺 尤其是综艺真的上一个生日的视频 刚说过我从来不看综艺 然后直接就光速打脸 最近一直在看就这就是街舞 还有一些衍生的一些街舞节目 觉得哇街舞的综艺真的好好看 主要是那些人都非常的大神 然后就就给大家看看最近有多惨吧 比如说看一个我的这个就是我Google Chrome的一个历史记录 基本上每天的历史记录就是各种上CSDN还有简书 然后各种这种网站去查报错 就是各种报错 然后为什么这里报错 为什么这个CSDN到处都是CSDN 就是各种地坝然后还有包括就是有一些自己不知道怎么实现的一些CSS样式方面的东西都各种上百度查 因为真的是从零开始什么也不会吧 基本上就是刚开始的那几周尤其是特别艰难 基本上就是查一部写一部查一部写一部 最夸张的几天我记得我可能我写第一个前端和后端对接的接口的时候 那天是大概花了两个整天写出来了一个接口 代码行数可能我觉得不到50行 但是就这个确实很不好弄 当时就是跟后端负责这个功能的同学一起连麦 然后就一直就是不停的试错吧 因为我们真的不知道怎么写 就上网到处查 网上也没有那种统一的说法 就是把这个人说的试一下 然后在这改改那改改 然后最后当时到晚上可能快12点的时候试出来那个接口 就是我这里能拿到后端返回来的一个值的时候 我真的当时高兴的都想振臂高呼 还有另外一个功能就是上传头像 上传头像也是刚开始一直传不上去 好不容易第一个接口写完之后 当时传的是一些表单还有字符串之类的东西 就真的没有办法上传头像 但是后来也是花了基本上三天可以实现上传头像的功能 差不多就是这样 然后可以上传一个头像 然后我就直接拿了我最喜欢的大鬼话 做我在这个我们自己的网站上面那个头像吧 然后后期差不多把功能这些东西实现了 其实功能这块我负责的前端功能 除了就是做一些页面 这些页面很多基本上都是我和另外一个女生拼着一块写的 然后除了这些页面之外 我这边比较复杂的就是一个登录状态的维持吧 就是登录过后一般的网站应该是 比如说你过了几分钟 然后刷新一次的话你的登录状态应该还是在的 但是在我们这个网站就是刚开始建的时候 它甚至就是你在这个页面上 比如说你登录完了之后 你再把它切到另外一个页面 它就已经不在登录状态了 嗯 这种就非常的不好 然后这个实现这个登录状态的维持也是 嗯 我这个前段这边做的特别的复杂 当时我其实是一直想把这个功能拖拖拖拖 拖到最后就是如果来不及了 然后我就说哎又不就不实现了 但是最后还是就尽力去把它做完了 然后我现在也是刚才刷新了一下 它的这个登录状态还是还是会在 但是我们在后端给它设置了一个token 就是一个这样子类似于加密的一个令牌一样的 它会设定一个自动过期的时间 比如说我们现在设置的就是一天 就是你如果登录这个网站一天之后 你再刷新它就会说你的登录状态超时了 然后让你重新登录 嗯 差不多就是这样 然后其实中间还出了各种各样的幺蛾子 就是比如说刚开始我们这个网页吧 做的就感觉非常的那种小孩子气 就是一看就感觉非常业余 就是一个学生作业 也是我初步的这个设计基调没有打好 算是因为我自己是当时我的队友可能对我 算是在我们队中觉得比较有这种设计思维啊 或者是一些就是好歹神威水平还算在线的一个人吧 嗯 然后就主要是让我来做一些东西 所以我当初就这个logo是我自己给我们网站画的 然后是就是我们网站的月寻这两个字 嗯 它是就是这个底下是一个类似于无线谱的样子 然后他这个用了一个另外一个颜色画出来涂出一个音符的样子 嗯 我自己觉得还挺巧妙的不知道别人能不能get到嗯 然后就是选了紫色当这个网站的主题色 其实也很迷因为其实我最讨厌的颜色就是粉色和紫色这两种 嗯但是为什么还要选紫色呢 就是因为觉得红色被网易云占了 然后绿色被QQ音乐占了 嗯QQ音乐顺带还占了一下黄色吧 嗯别的一些很多颜色用来做主题色 比如说黑白就感觉太素了 还是得有一个嗯又让人能感觉比较年轻化 然后又感觉是比较独一无二的一个颜色 最后就选择了紫色 但是紫色其实很容易做出来就是没有质感 或者是给人感觉呃就是比较娘吧 说难听一点的话就大概是这种意思 嗯 然后当初我本来是想就是把这个网站的一些基本元素 还有一些点缀的元素都用插画来做呃 做出来大概就是这是我们一个比较老的版本 可能就是整个底色就是这个非常恐怖的颜色 然后这个插画呢就是体现在这种地方 嗯比如说网易云热歌榜 然后分面是一个这种插画巧人 虽然这种风格也整体算比较统一吧 但是真的就一言难尽 我现在看这个网页我都觉得太可怕了 其实我在最开始我就觉得这个网页 它的样子的设计是特别重要的 因为其实老师也是第一印象就是会看到你的界面 他才会继续去听你讲一些功能 所以就感觉这个界面还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由于我们这个网站它的功能比较复杂 因为它涉及一些实时的搜索 嗯比如说我要在这边搜一首歌的话 它就会呃从一些你看现在他们还搞了一个这个下拉的这个搜索栏 这个好像也挺难的这块我没负责 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实现的 然后去搜索等你下课的话 如果点击QQ它就会从Q音乐去帮你搜索 所以就是后端掉了一个爬虫 然后很多功能其实真的挺难实现的 再比如说点进这个歌曲详情页 还要实现一些评论啊 然后还有一些给评论的点赞 就有一些东西还有一些推荐 虽然我们现在这个推荐算法非常的垃圾 导致等你下课推荐了一些莫名其妙的歌曲出来 现在就是这样的 哎呦但是我也没有办法 然后就比如说这首歌因为是周杰伦的嘛 他还会给你推荐一些同一歌手的演唱会推荐 这个也是又掉了又爬虫去大麦上面去查这个歌手 有没有当期的一些演唱会 这个真的不是虫了 这个不是bug 因为他一个是在天津的 一个是在山西的 所以就是功能其实真的挺复杂的 肉眼可见的 其实大家明显能感觉到比较复杂的 应该就这些 但是其实有一些 还有一些别的功能 其实如果没有自己去做的话 应该真的感受不到有多难 像比如说就是一个简简单单的登录状态的一个维持 再比如说一些消息传递 比如说我刚才给这个 比如说我刚才给这首歌发表了一个评论 然后我又给我自己的评论点了个赞 然后这样子的话我这边我的这个头像上面就会有一个这个小红点就是用消息的提示 然后我就可以进我的个人主页去看一看我这个收到的赞像这个我看到这个用户头像我这里就感慨万千 因为这个是我当时真的做了整整三天试了我觉得可能不下50种方法最后把它试出来了 这个也跟我们选择的框架可能比较小众有点关系 因为可能现在写web会用这个react做前端 然后用php做后端不太主流 所以像我们这种选取的话 在网上就很难查到这种关于react和php对接的一些相关的一些资料 就一言难尽真的太难了 感觉大家可能体会不到这种感觉 但是这个月对我来说真的是过得太不容易了 就自己的生日那天都是写了一整天的代码 而且更不用说六月份我刚经历了一个死亡一样的期末月 然后七月份又是这样的小学期 结果我这个假期又因为欧欧欧欧欧欧的疫情 现在也没有办法出家门了 就感觉自己真的好惨 然后再去看一看另外一个我的这个 看看这个safari这个苹果自带浏览器的历史记录 也基本上全是各种csdm简书去查的一些 就是什么报错呀 还有怎么处理一些问题 就感觉哇这个月真的太难了 但是最后看看到最终的结果 觉得我们有一些见面做的还是挺不错的 就是看着挺舒服的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